国民党副主席夏立妍 日前率团访中引发争议 却也火烧台中 因为夏立妍也是台中市府的国际事务委员 对于绿营明代集体要求解聘夏立妍 市府曾强调并无解职的相关规范 但台中市长卢秀燕证实 夏立妍12号晚上主动跨海请辞 我这段时间因为她的大陆之情 那造成对台中市政府的困扰 她表示非常的不好意思 所以她向我们的令狐副市长 表示她在台中市的义务职 包括国际事务委员 包括市政顾问 她都要辞去 对于夏立妍仿中争议 卢秀燕曾表态实际不移 徒增困扰 强调未留夏立妍 并非代表认同仿中行程 她虽然表示说要请辞 那人情毅理我们还是要谢谢她 那希望她能够就是说继续效力 对她坚决请辞 那我们就予以尊重 但消息一出 对手蔡启昌不认同 她说未留是在玩两面手法吗 未留她又说不适宜 那到底是这是什么两面的手法 我其实实在是搞不懂 所以我是觉得 卢市长应该都要把话说清楚 至于未来是否考虑 再聘请夏立妍担任外聘委员 卢秀燕回应现在不讨论 似乎想让夏立妍仿中风波 尽快平息 三天新闻长 孙玉丽台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